所以醫生你會問你 說有沒有看見這個問問嗎 呃...但是我跟斗哥都不相耶 就我覺得我沒有辦法面對 對...我覺得捨不得這樣子 對 在宣布胎庭那一天 其實我們也有量就是孩子的大小 他就剛好符合那個大小 意思就是他剛胎庭 我的意思是說譬如說現在我是十六週 那他們醫學上面就十六週大概是多大 頭圍、深長什麼什麼 我剛好能去產檢的時候剛好是十六週 所以他剛好孩子的大小是剛好符合十六週的大小 所以意思就是他就這兩天 對...而且因為我的身體的狀況 所以通常一般孕婦是一個月產檢一次 然後我是兩個禮拜產檢一次 那還是沒有辦法 隱纏什麼 隱纏是一個月前 二、二、八 然後那一天是 因為那時候我還問醫生說 我說隱纏要多久 他說就像生小孩一樣 有些人快 有些人慢 就是他也很難告訴你說 因為每個體質就是不一樣 然後他說最快他遇過是十二小時 然後最久他遇過四十八小時 那這多久 十二小時 很幸運 這有什麼事呢 也很久了你就一直痛啊一直痛啊 然後讓你開始公縮 他其實是類似正常生產的過程 所以他還會有一段排二路 好像沒排二路 有啊有啊我就是當... 對啊我就是當正式生產啊 而且我把Baby生出來以後 然後一樣我要把胎盤生回來 就是醫生就會壓著我 壓著我的肚子 要我用力 所以人家才是講說 迎產完 你為什麼要做月子 因為你就是經歷的 中間的公縮症痛 我都經歷了 我有點痛到忘記 他有沒有在裡面陪我了 而且我那一天晚上是 因為前列腺素 他有一個副作用 就是我會發燒 所以我是高燒三十九度 所以我整個人其實是 又... 又迷迷糊糊 然後又打那個馬飛 然後人是昏昏的 然後又很痛 然後人又開始很...很...很冷 就是發燒嘛 所以你會... 就是人會一直發抖 所以那一天我已經... 我已經不知道 那個感覺很難講 所以我意識不是很清楚 對就我體質 因為之前的懷孕整個大改變 就我原本完全是很乾性的皮膚 我就變得會出油 然後就開始長痘子 從來背不長痘子的人 然後開始一樣啊 就背變厚了 我背還沒回來 超煩的那天 我那天去哪裡啊 然後拍Vlog 然後斗哥幫我抽我的背 就是比如說我要去一個地方 我走前面他幫我拍 我自己看影片 我說天啊我的背 為什麼是圓 圓 圓 圓真的是... 偉大 真的...生小孩子 對... 對... 但是我跟斗哥都... 都不想耶 就我覺得我沒有辦法面對 還有... 覺得省不得 這樣子 對... 當然就是我覺得 還是會想去找到原因嘛 那... 目前我... 我只能說就是... 綜合了我婦科醫生 還有我... 生殖醫學中心的醫生 還有... 免疫科醫生 大家這麼... 看 可能... 我只能講可能 就可能 還是因為我的免疫問題 所以造成的血栓 這很難懂很難懂對不對 基本上我覺得年紀還是最大的問題 連醫生都講說就是... 我這種案子非常... 他沒有遇過我 對...因為通常是... 我聽到的就是... 通常是可能是12週前 所以人家才說3個月前可能... 不適合公布 因為說真的他真的很... 不穩定 可是當Baby長到16週 通常就不是Baby的問題了 所以基本上應該是... 我身體的問題 每個人都來抱我耶 好好笑喔 每個人看到我都來抱我耶 我不管去哪裡喔 然後任何人 看到我第一件事就... 然後就過來抱 其實我一開始我也不覺得 我會有多... 也不會預想嘛 你不會預想說 你是有多少勇氣可以面對這些事情 可是當我第一次就是... 失管失敗 然後我分享給大家 然後我覺得天啊 那個... 回...回...大家的回覆 原來那麼多人 都跟我受過一樣的苦 而且很多人是... 他可能... 礙於家庭的關係 或者工作的關係 他甚至... 這些苦他都沒有得...說 沒有人懂 甚至連他老公或許都... 不諒解了 或是不懂 對...我才發現說 哇天啊好多人在做這些事情 所以我覺得慢慢的其實... 很多人會覺得我給他們正能量 但是說真的 我得到的其實更多 然後包括... 我到這一次胎庭 說真的 我那天晚上真的是看粉絲留言 我跟斗哥一人坐一邊 然後兩個人的眼淚沒有停過耶 就一直聽到對方的聲音是這樣 其實... 在那多久可以吃好嗎 會... 然後就... 還是有... 就是還是有那種晚上 然後就... 突然的... 真的人的情緒很奇怪 你也沒有想任何事情 說真的你沒有想 但是就突然的就是... 一個情緒就是在裡面 像你的心裡面 然後像海浪一樣 它就突然湧上來 然後你就哭 還是有這種時候 因為我覺得正能量 這樣並不是說你都不會難過 不是的 就是說我自己沒有讓自己 一直往那個地方轉下去 我就覺得就發現出來 然後也不是用喝酒 或者是什麼的方式 就是...就是哭 斗哥跟全全都說看我 他們都... 然後我... 最不要我再繼續的 就是我媽跟我婆婆 自從我胎庭以後 我婆婆看到我就哭 看到我就哭 看到我就哭 後來是因為我... 他看到我... 就是... 欸... 有在認真坐月子 有認真吃什麼的 他就比較好 當然... 對... 他們是不捨得我 是不捨得我 沒有錯 對還是尊重我 對還是尊重我 然後反正我覺得 剛好也給我身體一些時間 因為我身體也需要恢復 因為我身體也需要恢復 是幾歲太太 呃... 他小二上學期 他一開始就跟你合得來嗎 他一開始就跟你合得來嗎 一開始就是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一般人都說後悶難為 為什麼你可以做到這樣 其實很多粉絲也會私訊問我 我都只能跟他講說就是愛跟陪伴 我講的陪伴 你覺得這兩個字很簡單 那其實做起來沒有那麼容易 因為現在人真的很忙 那真的很多人會寧願用手機 他即使跟孩子在一起也是用手機 不是從不用手機 就是我盡量能夠陪他 就是我真的在陪他 不是我在你旁邊 然後我這樣子 這樣叫陪他 這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然後而且我的六日 基本上都是 在跟著他做任何事 他去上籃球課 我就是載他去上籃球課 你自己有跟進去嗎 沒有啊 就一開始在一起 我覺得還有一個就是 可能他們離完會已經一段時間 然後斗哥其實也交過別的女朋友 然後後來我們才 有認識 就是我不是緊接的 我覺得有一點是 他會 他會 全都去掉 講故事給你進去 可是也很奇怪 因為斗哥跟我講說 他不會隨便叫人家 凝固事訴給他聽 是劉子權跟我做這個要求的啊 所以他 他也很妙 我覺得他比我妙 所以他給我的feedback很大 然後我們才剛認識沒多久 然後一到一天到晚 他就拿我的頭髮紋 所以他從小就這樣 那他這樣子的時候 他爸也很驚訝 因為除了他媽媽以外 因為除了他媽媽以外 他沒有對別的女人這樣過 他不會搞定小孩 當然不會啊 超級不會的 我超級沒耐心的 而且我對 全全也沒有特別好 我講的沒有特別好的意思 就是我是一個 我覺得小孩該交的時候 我覺得就應該要交 不能讓他 耍賴 我剛開始就這樣了 因為我沒有辦法 我不是慈母 對我不是慈母 真的 我完全是虎媽 我不是慈母 可以打嗎 沒有啦 他們家不打的 但是我該講的 就是譬如說 你做沒做像啊 所以你還是平常出媽媽媽 就是他的態度 我其實很少罵他 對我都是比較囉嗦的那一個 然後每次發大脾氣的 其實是他爸爸 對因為他爸平常都很好 就是你要幹嘛沒關係 你要幹嘛沒關係 但是如果他真的 踩到他地雷 他就會暴怒 他完全沒有 我跟你講你真的很難想像 他到現在18歲了 他從來沒有 我跟他講過一句 然後他跟我講說 為什麼 從來沒有 他的叛逆 目前啦 他目前的叛逆最多就是 我跟他講 然後他就 但他不去做 這就是最大的叛逆了 他真的很乖 我覺得我遇到他 真的是在遇到天使 我以前對我媽才不是這樣了耶 就是為什麼 為什麼 就是覺得 你不應該這樣子 就是命令我 或怎麼樣怎麼樣 我覺得不對 我就會有很多自己的意見 但我們家小孩都沒有 那你小小味道感覺有很多 他常常說的事情 都會在於 就在想 對啊 我原本剛開始 我自己是一個 房間很亂的女生 從小 從小 就是到處多東西啊 然後出門換了十幾套衣服 床上就 堆了很多 然後我只要有一格 可以睡覺就好了 我就是都不收這樣子 我遇到全球以後 我才發現 原來我是一個挺負責任的人 就我覺得 要教小孩 一定要自己先做好 對 所以我就開始整理東西 所以我們家 地上是一根頭髮都沒有的 對 真的 我就完全變一個人 然後我真的相信那句話 因為你開始帶孩子 所以你真的可以去體會 自己媽媽的辛苦 所以我因為帶了犬犬 反而修補了我跟我媽的關係 所以我們在一起 每年時間到處 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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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個月 三個月 三個月 五個月 三個月